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回到Tasty ETF,逢星期三 十点半打后都有这个环节 很多观众都喜欢重温 我之前跟Andy聊天,说2021年都会继续Tasty ETF 不过可能会变成更深入的讨论 先欢迎Andy,Andy早上 Hello,大家好 你好,我们为了这个内容都谈过一下 希望令到那个内容更加丰富,观众受惠 今天来到年底接近修路的位置 Andy有什么新的ETF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会不会重温之前的那些呢,还是讲一下电动车呢? 其实我现在都在揣摩2021年大概怎么样的流程 其中一个就可能会有点像今天的一个方式 就是好像刚刚过去这个月 我们不是讲新兴市场的一些电商的 例如上个星期提过那只MELI 就真的拼多多,或者SC那些跌了下去的时候 他就抽了上去 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月就会就着一个板块去讲 甚至可能会讲一下周边 究竟如果你是买了这只ETF 你可以有什么工具去做对冲 甚至好像新兴那样提到的 可能我们会再高一点 究竟不是只是看着刚刚过去这几个月的表现 究竟是会再拆开不同时段的表现 这些还在摸摸 但是大家给多一点意见 那我们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去铺牌 就是尽量将一个月里面的内容 就会是比较概括一点 让大家集中一点 知道我们原来最近是在讲这个题 甚至可能会抽多一两个个股出来讲 嗯 是的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就会延续上次那只EMQQ去讲 其实上次的EMQQ 大家知道是新兴市场 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买一只ETF 或者可能你买了一些个股 市场不就的时候 你未必想完全取消费 那特别有人提到 上次提到那只EMQQQ的入场费 以美股来讲算高的嘛 就是千多元一只 是的 所以就可以想一下究竟 会不会原来有些杠杆反向的ETF 可以帮到手呢 所以今天就带上新兴市场的L&I 给大家认识 那首先第四版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感觉先的 那很明显 那很明显 今年就EMQQ 就是主题性的东西 是大家喜欢的 你很明显看到它跑赢了 例如EEM EEM 就是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的ETF 蓝色条线 那但是另外 那另外 那 那最重要呢 反而是想给大家看到 橙色和绿色条线 那橙色条线是说 两倍杠杆的 而绿色条线是三倍杠杆的 那我想给大家记得一个感觉先 就是L&I这些工具呢 你是要捉个时间的 你不是陪它债座 你会见到如果你由头 年头拿到现在呢 其实你的两倍 才跟平时的ETF 就是那一倍的 是差不多回报 但是三倍呢 其实因为你很多不同的选耗 那其实你已经是在输的 那所以 借这个来 提醒大家 记得杠杆反响 这些是捉 trend 一个比较短小小时间的 trend 那去到第五版 那 最重要 今天就一次个show 给大家看了 究竟在 在新兴市场的L&I 有什么工具呢 那就由 EET EDC 就是左边两只 就是两倍三倍 右边三只呢 其实就 负一负二负三了 是啊 那其实 很坦白说 这个我相信都不需要 再特别解释了 大家 认着这一版有这些工具 就OK了 是啊 那 可能 第六版 是的第六版 那就 就着EMQQ里面 那其实都 大家记得痴仓 那其实 拼多多都是其中一个 比较重要 那 MELI 是排第三的 拼多多第二的 美团第一 那 各自的比重 就是 美团 8% 拼多多7.6 MELI 就是7.4 那我想在这里做一点点更新 MELI最近其中一个可能昨晚突出的原因,外国那边最近做了一些讨论,还有大家估计这一年拉丁美洲电商的发展 就是说保守,拉平均计也有19%的增长,而也有大行,没有大行,就是有行,就将MELI目标价调升到大概1800-1900左右 所以离开现在的水平大概十几%的目标价,可能这样令股价稍微推升上去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拼多多,拼多多最近比较多一些消息 我自己简单说,其实我对社区团购的消息,反而我觉得拼多多是个好消息 我自己觉得,因为拼多多在这个市场上有他的优势 他原本是要被担心的,就是说你突然多了这么多其他健康的东西,杀入这个市场玩烧钱 那你这个烧钱,他不够人来烧的嘛,其实 那变了原本是大家会怕他的市占,或者竞争力不够强的 但是反过来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现在因为有些什么反垄断也好,社区团购的消息也好 其实令大脆那些,反而可能他们要重新排一排自己的盘棋 那变了其实拼多多反而可能竞争性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是令到我们觉得应该这段时间阵源呢,拼多多可以去想的 特别如果看回技术分析,那其实大家看到他大概11月突破了的时候 就是突破绿色那个上升通道,那就是我们想说的两个通道就去到红色条线了 就是一倍对一倍这样,那你就会看到其实他之前真的去到通道顶就回了 那现在当然还没去到绿色条线了,但是都越来越近了 那我自己会看究竟会不会这段时间是值得可能去做个加仓的部署 哦,OK,哇,要看实了,都挺多人喜欢的 而且刚刚一说社区团购本来都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一说就是要罵,然后再分析究竟有什么会利好呢 Andy的反应也是非常之快的 那我们是不是暂时看到这里了,Andy? 是啊,是的,ETF可能第一次就到这里了 是啊,转后就一定要讲EV 那我都有些小小消息要跟大家更新 因为刚才譬如说,Andy都说ETF会有调整那些仓位 那我之前呢,就是科技股呢,我有讲过,如果你们不喜欢买中芯 是的,那如果你要买科技指数呢,有另一个选择就是2812 是的,那它刚刚都完成了每半年的调整 调整之后呢,ATMX占比维持是超过五成以上 另外加了那只贝殼找房啊,就是Bake 是的,之前我也有看的,占组合大约3.8%的 那这个东西由今年8月中上至以来的回报呢 就超过了两倍,那另外你说拼多多了 是的,内地第三大电商拼多多呢,就占组合百分之九的 那年初至今,原来已经升了两倍半了 已经拼多多,就是PDD,相当的厉害了 那刚刚你讲的PDD,就继续告诉大家 好,那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稍后回来讲EV 好了,回来到最后一节了,TASY ETF 那我们就继续请Andy出来 那刚才我就简单说了,就是拼多多 和2812那个专门组合的 Andy好像有点点补充 是啊,那其实2812呢,其实我想提的两点 其中一点就是,有些人会问 究竟就算我们自己都会去留意 究竟他和K-Web,就是美国上市的K-Web 那这个我自己都有吵的 是的,但是就 是的,还有究竟 K-Web其实和香港的3186是一样的 但是流动性就很不同了 但是我想提的就是 2812比希的K-Web 真是有它的个人之处 就是它有A股的成份 K-Web是没有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都很重要 因为始终过去这一年 大家都看到A股潜在的 可以选择的股份有多特别 是的,这个第一点我想提 第二点我想提的就是 纵使我自己是 自己都有管钱 但是我经常都开玩笑的 其实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很多不同的中国的基金 或者叫中国的Fundman 或者他们专买很多中国新经济 中国增长股 那些概念的情况 就是很坦白说的一件事 我看到很多中国的主动型基金 今年做得好那些 大概升大概五六十左右 或者以上 都已经很棒了那些 但是其实2812你只是拿着它 因为大家都是说中国新经济为主 那不是只有科技的东西 那其实今年2812已经升了大概七成左右 那这个就是有时候说 为什么ETF 反而仍然是今时今日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识的东西 就是说 传统上大家可能只是觉得ETF是个beta 但是今时今日我经常说 ETF的世界真的玩得熟 就是你是怎样在同一个Apple to Apple的世界 去找一些更加好的ETF 那刚刚刚讲开212 我觉得可以借这个东西来说一说 是啊 所以 我之前有些朋友就不喜欢中芯 那中芯就停了牌 那现在高层的调动 跟着就是 本身最棒的那个 就是梁曼松 就请辞 我觉得中芯有机会要跌一阵線 所以如果你们是想买 就是跟科技指数相关 或者科技东西都可以 是的 那我们放了个EV在这里 是的 是的 好了 那第八版的EV 那其实今天 首先讲EV之前 我真的要赚一下心印 我上次不是说 我都不太看得明白 究竟八度是 为什么 是心印喜欢的东西 那后来也有研究一下 我觉得它是会吃正了其中一个 那就是 下年大家就不再只看电 就是不只是说车厂 不只是说电池的了 大家开始会找一些系统 或者是说整个模组的东西 就是我不是说整个汽车零部件 是说电动车零部件 就是特别独特的一些可能系统上面的 可能是大家下年要尋补的东西 那其实八度是符合的 是的 那当然了 昨晚有个消息 那就跟吉利亚那些合作 那我觉得符合这个故事 是的 我真的昨晚一见到 哎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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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看到越来越多车厂都做了 那当然自己有些是会有自己的系统 那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可能最近Bloomberg 可能如果看news 会看到的第八版就是这一间 就是跟Amazon 其实收购了一间叫SOOS 那其实他这一间东西 就这样看下去 我经常都觉得有点像那一间蓝车 OK 那其实就是很简单 其实那个自动驾驶的 你当是robotaxi的概念 那就是他预计一辆车里面就是坐四个人 那其实大家要明白 究竟为什么robo taxi 或者自动驾驶 未来大家那么着重一样东西 其实就有点小小我的概念 在我的角度 不是为了只是帮你省了 坐Uber 不用给司机钱 不是只是这样东西 而是你可以随时随地 你要开会 你要做事 你要做事 你类似像工作从家 那其实你就算当舒舒服服 你这样听歌 那都可以的 那我觉得是一个令到你整个社会上面 那个生活上面的有效度 又再提高的 那所以其实robo taxi 这些我觉得是 当然大家要看 那最大的尊敬一定是政府的了 究竟这些法律批不批 一定是最大的问题 那但是我会认为 会慢慢由小区开始先走 那特别我觉得这一格是 那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因为完全是 让大家看到 原来到将来 Authonomous 真的是成事的时候 那根本的车 是可以是这样的了 那不是像我们原有的概念 那样 我买了Amazon 因为这样 我昨天 我买了 我买了3350 是 其实很坦白说的一样东西 我自己是觉得 那几个大只的美股 全部都还是不想不下 我觉得它等着爆变 那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坦白说 第一季 可能我会预设它先走下去 才自在抽上去的 我觉得每一次 或者可能这么说 每一次走下去 就像刚刚过去 这一个两个月 那样 大家就找一些 新的主题 新的赛道里面 一些优质的股份 那Amazon是 是的 那究竟会是 下一次趁市 气氛走下去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 立刻去骂 这些Amazon的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那可能会发生 那但是希望不要 大家都不要 那些坐下去的感觉 是 捱不到嘛 有这个感觉 其实去到第九版 那其实呢 就是大家都会知道 Tesla这个星期五 就 其实那些被动资金 小篇第九版 麻烦你 那 就 就会被动资金要入场的 那其实呢 我这么说 我都不怕透露的 那我自己个人那些 我继续 继续 拿着就不动的了 那但是如果你说 在我自己做 操盘那些呢 那其实 那我们 因为之前大概 403附近 做了一些 Tactical 就是战略性的买入 就是博入标志 那样东西呢 那其实 星期五 其实是不是都要守回规矩 眉上眼睛 将Tactical 那部分都会 都会放出来的 我们自己 对的 那就是跟回自己 原意的目标嘛 那我们仓底那些 不动而已 那我给两个参考 如果看着图的 我特意画一条 橙色线给大家看的 很多人不是经常都说呢 如果入了标志 就预计它跌10-20%的 那其实20%用现价呢 你就大概去到那条橙色线 那其实 就是还是高过你的起步位的 那不要紧了 就是到时再看 但是我觉得 回的机会高 不是因为突然短线的购买力 而是最近左边 大家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大家在猜中 为什么Tesla 要禁止Model S和X的 那我不去猜测 当然我正面一点去看 我觉得是时候换款的 就是可能有点微调的样子 或者可能是系统上面的升级 始终他们在结构性上面 有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看到Model Y 已经发觉进步了很多 那有机会是这样 这样有一个改善的位置 那这个是乐观的看法 但是有些悲观的人的看法 就是觉得他们的销程不行 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有可能的 但是就着这一件事 其实市面上还有第三个猜测 就是说究竟会不会Tesla 因为Q4呢 其实它要赶大约十八万一千架的送送 那些东西 究竟会不会其实是 大家在想究竟会不会做不到这个目标呢 那有机会就是 可能过完这个星期五 大家会突然将焦点放在这些位置 就是放在一些货的位置 那你甚至做个调整的 那就是相关整个板块 会不会这样做调整 我觉得大家要留意着 是的 那应该关于EV的更新 就差不多是这样了 连部署都说了 是的 因为昨晚其实很多人问 因为昨晚我们刚好有webinar 就说一些比较好一些 就是大环境 究竟现在议息之后 或者拜登上场 整个美国的政策 是的 或者会市 有金的走势 然后大家就滲下去 就只是问Tesla 入了S&P之后 就是会怎么样 因为都升到很夸张 我今天看到几个观众都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些东西是升到追不到 就是开始panic by 那我就都建议大家 小心一点 就是先休息一下 就是还有东西是低位的 就不一定都是交罪的 因为其实很危险 就是去到这些这样的时间 但是通常都不听的嘛 通常ARKK又买不到啊 跟着Apple又追不到啊 就是这样 那Andy是不是都建议 可能看完那个会议 议息会议 甚至可能明年一月才想 还是怎么样 啊 幸好你这样问 其实议息会议呢 我虽然是星期一 每月都说过的 就是不要介意 但是其实我觉得 虽然很快地说了一句 但是其实很重点的一件事 大家议息的结果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看加减息的了 大家都在看放水的速度 或者量 那其实量就等于你大概算到的速度 那我想比较 其实我想仔细一点说 为什么我 我会看就是说 大家不要拿着三四月的 突然间放水量 或者一个速度 那个夸张的 最重要是看过去这几个月 就是大概七月八月九月开始呢 你是不是看到S&P那些都慢慢开始 上来啊 当然你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是我纯粹 只是就着联储局放水那样东西呢 其实大家不是曾经怕联储局放水减慢了的 它是减慢 只不过是比起四五月的时候慢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看由七月开始到现在呢 其实你拉平均数 每个月放水的增长是大概0.7-0.8%的 那就是我会去做一个准备 就是说如果今次的意识它是讲放水 其实我觉得市场买不买的其中一样东西 可以用这个速度来衡量 你是不是到时看它的量除开 究竟它想着的目标是多少个月 你是不是大概计算到 原来现在是慢了 还是其实是parallel 就是in line 现在还是究竟原来比现在更快 我觉得这个可以其中做个分析的切入位了 今晚就计算 今晚一说完 看完那份声明 我已经写下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东西了 是的 我这段不用重温了 我写下了 今晚就有本保仔 是的 跟着来做 喂 他们最后怎么都要你说一下NIO 想听一下你说 怎么都好 其实我自己觉得 他连大家最怕的配股都配上了 又搜到配股价39元附近 我觉得就应该短线要怕的就怕了 很坦白说的 今次所有的EV的主席 当然Elon Musk不是 但是都要扣一扣分 始终无论NIO还是Tesla 他们自己都说过明明 早一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没有集资的需要 那他们就自己都一起配股 但是我相信是有点被逼的 就是看到你的比资者去做配股 都要保持自己的湖城河 他们都要配股 是的 我觉得未来最怕的事情应该过了 那大家应该都在看着Q4 究竟是不是能够送到所有东西 未发生过津颈委之前 我觉得不用怕 总之如果是短线的 其实都是看着下降轨 大概46元可能的动力才能够 正如我刚才说到 其实我会说 车厂可能未必是 明年大家最着重的东西 Tesla因为大家知道 不只是纯车厂 但是大家可能 我会这样说 如果你说中国那三个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改了个名字叫三傻 是啊 是啊 我不太明白 是不是升得太傻 我没有去深究究 那些人改了个名字 他们说我知道我也不知道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始终认为 一样东西的就是 纵使可能小鹏 理想那些聪明了很多 但是始终我自己觉得 未来打个定位 是不需要他打个 其实究竟应该要去到二四年 他应该要真的转 整条数要转正数 但是我觉得以他 如果追Tesla的速度追得这么快 我觉得他甚至可能二三年已经可以了 哦 这么快 是啊 二三年 好 说得很详细 不是随便说股价就算了 Andy呢 不是随便看一个图表 好了 多谢Andy 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 不妨礙Andy上班了 好了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 多谢收看Tasty Money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小铃 也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留言给我们 和上Facebook和IG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 Tasty Money 我们下条片见